大家好,我們是三民家商的創意組一馬當先與出好滋味 首先我要為大家介紹摘要的部分 我們的動機式小琉球是國人當地非常熱門的景點 然後小琉球上面也四處淋漓著賣小琉球的商家 然後也有很多商家都會推出各種不同的口味 經過我們的實地看法我們喬出來的店家就有十幾種口味 但是消費者往往會忽略那些麻花卷都是用高溫油炸的 加上近年來國人對於食用油的問題有很大的疑慮 還有會對人體造成的健康 所以能消除想以全烘烤的方式 然後沒有油炸然後降低高溫油炸會產生的大量毒素 另外在商品化的部分 我們除了改變傳統麻花卷的製作方式 我們還研發了新口味 利用當地常常會被人家丟棄的魚骨來做成魚骨粉 這樣製成我們的新口味 不僅很環保也具有健康的方面的優點 另外我們它加上魚骨粉配上三種 胡椒咖哩跟起司三種不同口味 消費者可以只吃得很健康也可以很美味 在行銷方面我們參考了外面的小琉球當地店家的行銷方式 加上近年來對於觀光地區 顧客所喜歡的伴手禮來針對設計 我們的設計是有小包裝是比較新的手法 然後加上一些團購或者是網路店面等等的促銷 讓我們的店面更讓別人吃到也更 現在由我來為各位介紹一下 我們麵團擠魚骨粉的製作流程 在魚骨粉的部分 將魚骨放在烤盤上 進烤箱上下火煎185烘烤一個小時半 取出以後再放在沾板上 然後稍微切一下 再放入研磨劑裡面 研磨成粉 在麵團的部分我們的材料有 低筋麵粉80% 中筋麵粉20% 水50% 蛋8% 糖2% 鹽 橄欖油 以及泡打粉各1% 將上述這些材料混合以後 放入塑膠袋中洗面15分鐘 洗好以後取出 用擀麵糊擀平然後切成條 再將條搓成麻花卷的形狀 依序排列在烤箱上 然後進烤箱以上下火煎210度 烘烤15分鐘 取出然後起一個乾鍋 將糖跟水各1比1的比例 煮至冒泡 再倒入麻花卷拌炒 然後再分三等份 然後依序加入魚骨咖哩粉 魚骨胡椒粉以及魚骨起司粉 這樣子就可以了 好 現在又我來介紹我們的產品 那我們的產品呢 這個紙盒就是我們外面買的公版紙盒 那旁邊的裝飾呢 就是我們貼上去的 然後這裡 這個袋子我們是以三條繩子 變成麻花的形狀 做了我們的手扶身 那在旁邊呢 我們還有附上我們的一個產品的一個logo 裡面炒包裝的部分呢 我們是用我們的透明的袋子 將六根包圍一起 然後再密封 然後貼上我們的口味貼紙 黃色的是我們的起司口味 藍色的是白胡椒口味 那紅色的呢 就是咖哩口味 接下來我要介紹一下我們的結論 我們的結論呢 在大多數人的結果 研究結果當中 有15%的魚股粉 都是受大家最喜歡的 因為它將較於10%與5%來說 口味的較為濃郁 然後在92%的人呢 認為我們的產品 是非常適合推薦給親友的 就是C%的人認為 我們的產品是非常有創意的 那跟以往的油炸的麻花酒 我們的麻花酒又烘烤的 是相當的健康 然後我們還有加上魚股 磨成的魚股粉 是非常的環保的 所以我們的產品是非常適合 作為伴手禮推薦給大家的